針對在一黨提出七一六大有情的訴求 還有國民黨的侯友宜提出五大居住政策 請教副院長 謝謝 侯友宜市長所提的五大居住政策 事實上大部分都落在目前中央推動住宅政策的範圍內 但是新北市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通過囤房稅的自治條例 那社宅推動的進度也是非常的緩慢 我想這些政策要落實 需要中央跟地方一起來 那才能夠讓房價能夠逐步的導引到合理化 而且讓年輕的一代能夠買得起租得起 我想目前這個政策的走向 還不是一百分 我們還需要更多努力的地方 我想依法行政是唯一的標準 任何侵占國有土地的案件 必須要按照同一標準處理 民進黨的排位條款已經在中指會通過 這次的立委選舉的提名 已經用這樣的門檻標準來篩選 那因此按照規定 需要經過全代會來通過 這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 那我們尋程序來處理 我們除了兩個合作區以外 全部完成提名 那地方如果還有分歧 那目前還有時間 中央跟地方的輔選團隊 都會全力以赴 有機會 但是呢 我們可以給你 我們可以做數字 那時候 你會做數字 尼斯坦 我們是在中指 你會做數字 尼斯坦 尼斯坦 那時候 我們是在中指 尼斯坦